現在就真的那些文革的手法一招一招的擺出來 我又想問一下 對中央的中國領導人有什麼益處呢 對他一帶一路有什麼益處呢 香港人以前沒受過不懂文革的年輕的背 現在開始見到了在香港出現 曾多次對香港年輕人表示不捨 作為香港年資最長的資深大律師 82歲李柱銘多年出入法庭 卻首次坐在被告席上 獲准保釋後他在警署外說 自己見到這麼好的青年被捉被告 而我沒有被告我心裡過意不去 另外縣維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仁 案件中被判入獄一年 他最為人熟知的事蹟是在1989年民運期間 帶著香港市民捐贈的190萬元到北京支援學生 6月5日在港府回程包機上 被公安帶走軟禁四天 李卓仁不能連續第32次出席六四晚會 他先前強調即使身在獄中仍會在心中紀念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力報導 既然被人依照 搖晃 他將軍曼衛電視 並有發揮